我们现在开始谈谈新的部分 Volumetric analysis involving Acid and Alkalize 这里是容量分析,牵涉到溶液的体积 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先学习溶液的定义 以及如何计算浓度 我们通常看过程 你看到很简单,有两个解析 固体溶液,是我们所说的溶液 溶液溶解后,就变成解析 简单的定义 第二就是,这里是Concentration of Solution 单位Gram per Dm Keep 这里有条车 在这里,你用多少解析 用Gram 这就是一公升 这个是普通人很喜欢用的单位 但在化学,我们通常会用Molar Concentration 单位就是Molarity 什么叫Molar Molar的意思是 我们在这里,不是用Gram 而是用Mode 做单位 例如1M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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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噪M 1Molar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 看看这里 其实这条公式已写在 Molarity of Solution 其实就是Molar Concentration 就是Number of Solute 除了Volume Solution Mode 例如Dm Keep 的单位 多少Mode 用在一个Dm Keep 的Solution 当然,这里 Number of Modes 你以前也学过 其实应该是Mode 除了MolarMode Solution Mode Mode 除了Mode 就是这个 在这里 现在有两个Concentration 的说法 就是Molar Concentration 另一个就是Gram Dm Keep 这里 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两个相差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到这里 其实你把 Concentration 的Gram 除了Molar Mars 就已经是 所以 把Concentration 除了MolarMars 就等于Molar Molarity of Solution 这两个 你自己可以 换算 下面 有一个 练习 你可以看到 这里 计算空格 里面应该填上什么 现在 我举一个 Sodium Chloride 它给了 5.85g 的Solution Volume 的Solution 给了一个Dm Keep 如果 你要计算 Molarity 或者Concentration 其实 做法 当然 要知道 Formula Mars 是多少 看看周期表 23 加35.5 这个 就是 58.5 Mars 即是 MolarMars 是58.5g 2.5g 就是 2.5g 5.85g 除了 1g 即是 2个 相除 如果 用Molarity 的话 5.85g 除了 MolarMars 58.5g 2个相除 分子 除了 Volume 1g 0.1m Volume 下面有些 你自己可以试试做 那我就 这里 Skip 了 好了 那我们 转入正体 就开始 做Titration 做Titration 首先 第一件事 我们要懂得 什么叫Standard Solution Standard Solution 就是 这里有个 Definition Standard Solution It is Solution of Accurately Long Concentration 它的意思就是 那个溶液 你要 准确知道 它的浓度 准确知道 它的浓度 就是说 如果你是 如果用我刚才 这里说的 Definition 例如 你用体调食 即是说 你融某一个 东西下去 的时候 第一件事 Mars 要准确知道 那要 它会怎样 你放在绑 里面称 起码一小数点后 两三个位置 准确一些 质量 量的 溶液体积 用溶液 也要准确量 量度得到 你起码这两个要准确 才可以有 Accurality Long Concentration 所以 在这里 要有些仪器 帮忙 才可以做到 那我们 这里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Solution 即是 制比标准溶液 有什么仪器 我们会用到 你自己都可以想像得到 这里 我写了一些名字 第一个 你称东西的时候 鎖是否要用东西 来称 这里有一个叫Waving Bottle 中文称量屏 你把东西放进去 然后放上仪器 准确称 这里有Electronic Balance 电子添屏 这些是跳字 这些数字 你可以读得很准 另外 溶液体积 我们也有 这里 有一个东西 你看到 一个长颈的屏 上高度 有一条磨砂玻璃 磨了一些线 有一个黑度 叫Graduration Mark 这个黑度 可以当液体加进去的时候 液面刚刚碰到这个黑度的时候 它就指定某一个体积 通常这些Volumetric Balance 我们平时使用的时候 这个是很准确的仪器 250cm³ 通常可以有 这里的体积可以显示到250cm³ 有些比较小的 例如100cm³ 50cm³ 或者10cm³ 不同大小都有 全部都可以准确 量到一个特定体积的溶液 好了 接着 这里有一个排位 中文叫移液管 它上高也是一样 在玻璃管上高 有一个叫Graduration Mark 在黑度线 当你这些液体 吸到上来这条线 即液面去到这条 黑度线的位置的时候 它就可以帮你准确量到 一个溶液的体积 而且可以移送去另外一些器皿 在这里 这个很多时候是25.0cm³ 的体积 有些小的 就是10.0cm³ 看看你想移送多少 但是不可以随便任意一个 一定要是25.0cm³ 10.0cm³ 你说要17.3cm³ 就做不到 这个是Pi-Pet 那你拿些溶液 吸上来的时候 去到这条黑度线 都要有个泵 这里有一个叫Pi-Pet Filler 这个是液管胶 这个就是将它 这个嘴子吸在这个 排位的嘴上 然后吸上去 好像喝桶 那样 这个叫Pi-Pet Filler 这些塑料做的 可以按扁 可以吸引液体向上升 好了 Pi-Pet Filler 大家都知道 接着有些器皿要洗 我们通常摘一些蒸馏水 Desteroide water 或者Dialized water 一些去离子水 来洗 这个叫Wash Bottle 可以噴水出来清洗 接着是Spatula 这个是普通的刮桌 我们中文叫 可以帮你 塑一些Solute 进去 这些 Wash Bottle 这几个仪器 可以 帮你看到 它做事 我们后面有个 练习 你可以看看 这里有些名字 我们看看 应该填些什么 第一个 那我们 可以盛载 一些Liquid water Solute 那这些 有什么可以盛载 很明显是 用一个Beat Card 来盛载 对吗 用Beat Card 接着呢 B那边 Use for Accurate Waving 用来准确量 这个重量 一定是Electronic Balance 是电子添情 接着 Delivering a Specific Volume Volume of Solution 你移送一个准确 特定的 特定的体积 25.0cm 刚才也介绍过 应该是 Pi Patch 移翼管 在D那边 Make up a Solution to a Specific Volume 你开一个Solution 去到某一个特定体积 譬如250 那你应该用 Volumetric Fast 用量平 这些 接着 Fulfilling Solution In Pipette By Session 用一个吸力 吸入溶液 在Pi Patch 这个应该是Pi Patch Filler 移翼管 膠泵 F Use for Transfering Solid 移送固体 这个就是 刚才的Spatula 刮桌 即是植筋的作用 C Use for Holding Sample to be Wraith 塞住东西 来到 清去重量 这个应该是Waving Bottle 清量瓶 接着 Ectron Containing Deionized Water 我刚才说的 去离子水 稍后再解释 什么去离子水 当是Distilled Water 清流水 我们先看看 which is Used for Kino Dial Solution Wash Bottle 这里每个不同用途 都有简略的写法 顺便说 什么是去离子水 其实很多时候 最理想的 蒸馏水 你都知道 蒸发了水分之后 那些 里面 其实是 营结 之后 Condense 之后 变成了 纯正的水 但有时 这个过程 当然成本很贵 你去便利店 买一支蒸馏水 你都知道 所以价钱 所以如果有些 替代方法 便宜价的方法 可不可以做到呢 有一个叫Dialnize Water 其实水 我们讲水喉水 Ted Water 水喉水 本身来说 里面有很多杂质 在这里 通常是离子化合物 包括了 正离子、负离子 如果你可以清除到 正离子、负离子 水的纯正度 就当然好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牵涉到 我们 Chemistry 里面的东西 都是和正负离子有关 如果你没有了正负离子 这方面的杂质 没有了都很理想 Dialnize D就是解释 清除 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的方式 就是 把水喉水 首先清除了正离子 清除完之后 我们可以清除负离子 其实有一个叫做 叫做Ion Exchange 就是把离子交换 其实的意思就是 譬如 举例 如果水里面有 NA 正和CL 负 当只有两种正负离子 其实做Ion Exchange 的时候 我们 首先 把正离子 和NA 正 做一次交换 这里 大家 一个和一个对调 比如说 这里是 Tap Water 我们通常 会有些东西 叫做 Vecine 那些树枝 里面浸在酸里面 一段时间 当你 譬如 举例 这些呢 这些是Vecine 树枝 不是一支支 是这个 它本身来说 如果 Tap Water 在这里 加进去 的时候 会浸 经过这些 树枝 里面有些 绝星 就会和它换 做完这个步骤之后 它流出 一些 液体 我们 又有 另一个树枝 另一个 绝枝 它 会如何 我们可以 去里面 有些Hideox Hideox 它会 负尼子 就会和 一些 CF 对调了 那些CF 就留在这里 然后OH 附下 这里 整个 原先的 淨尼子和负尼子 就没有了 换了一些 H淨尼子和OH 其实这个只是水 这个 其实就是这样 做 Extrange 这些 就 成本便宜很多 通常在食物室 多数都会用 Dialized Water 好了 我们简略说一下 这个 考试不会考 这样 好了 我们开始 看看 如何 预备一个 Standard Solution 如何 整个Standard Solution 其实最重要 就是 看看这条 这条 这条 在这里 很简单 最重要 要准确秤到 重量 Solute 你会用什么 你会知道 Molar Mask 你也可以在周期表看 以及准确量度 体积 我们看看它如何做法 做法 很简单 这里 你看到有一个Waving Bottle 你要用那些Solute 就把铺下去 下去之后 用Electronic Balance 清一清 重量 清完之后 这个是 两样东西 加上重量 瓶 连在里面的Solute 这样 清完之后 你预备定一个Beaker 那个Beaker 就 准备把刚才这些 清好的Solute 倒下去 你倒下去的时候 通常有时候 会有些Solute 黏着瓶 里面 你不用百分之百张 全部倒出来 总之 绝大部分倒出来 有些残余黏在这里 这里有写 Remainting Sorry 你将它重新 连在测试一次 现在测试过两次 这两次重量 当然这个是轻一点 轻一点 轻一点 就走了 我们将这两个数字 双减 这里有写着Waving By Difference 将这个 减少这个重量 就是 减少了多少 在Beaker上高 这种叫做 Waving By Difference 好了 整好之后 我们接着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 这样的 Solute 融掉 这里是用蒸馏水 你可以用Deanlized Water 你融掉的时候 我们准备开一个250 CMQ的解析 但问题是 这里融掉的时候 不要用250 CMQ 那麽多 要用少一点 通常都要用100 CMQ 因为还有些容易 我们要用冲洗 首先 加水 加水 全部融解完 一定要融解完 不可以融一些 不融一些 原因就是 如果你融一些 不融一些 倒进去 在这里很难搅拌均匀 即是再融完 因为你看到形状 很难做到 好了 你融完之后 就找个漏斗 用一支 GAS WALK 融液 沿着GAS WALK 慢慢流下去 但是GAS WALK 你融不融无所谓 因为 用了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容易倒射 因为我们要保证 将所有的融液 全部倒进去 Wallometrofast 今次的Wallometrofast 我们选250cm 这个可以量一个准确的体积 好了 倒进去之后 当然 大家都知道 这些 这个融液 经常有融液残留 倒不完 黏在旁边 不止这样 总之 GAS WALK 都会黏住融液 FUNL 亦会黏住融液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你要把这个 用Dialized Water 充洗 两次 充完一次 充完一次 将融液 倒进去 一定要倒进去 All WALK should be poured into Wallometrofast 洗完一次 洗完一次 第二次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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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沖进去 洗两次 应该什么都沖进去 然后再洗一支 GAS WALK 再沖进去 FUNL 所以 这里 保证所有锁率 都不会残留在外面 任何一个器皿上膏 或者工具上膏 也有写 充洗两三次 好了 充完之后 接着你要做的就是 这里 将它加水 加到 这里 黑度 液面 刚刚最低的位置 就碰到黑度 刚刚最低 中间那些高了出来的 不是看最高 是看最低的位置 OK 加好之后 盖上盖 上下倒转几次 就可以将它完成整个製作 即是说 刚才 你看回这里 你清了几克 你就会知道 Volumum 是250 如果用DMK 就是250 除1000 这里就是这样 做一个standard solution OK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